今天是誰比較厲害 來看我們的第一個提示 奧 那應該就是關鍵字的大集合 奧會接什麼 什麼奧 對不對 第二題是三個詞 二重唱 馬國賢 他忘了 他忘了 完了 答案是 厲害 對 沒有 我亂猜的 你們不要 對 等一下是錯的喔 對 我只是亂猜的 很厲害 對 他應該都有 猜你的異口同聲耶 因為有個地方叫南方號 對 就剛剛就講了 他的年紀擔當啊 那個他們年紀差不多 什麼 南方號還 不是 南方號的時候 還比我早耶 不要亂講 你不錯耶 真的答對的話只能掌聲 真的 王凱倫他還沒想過耶 對啊 對不對 南方答對名 還真的耶 還真的耶 有十方公園 我媽 對不對 不要這樣 兩次來 再三題 好 我在這邊 片面的決定 是 你可以出院 他的歷史上就是兩題 歷史 最口氣 來進行馬國賢的 吉翁哥 可以嗎 我得了了不得啊 馬國賢同學 是 是 所以難怪你做過導遊 好 那我們等一下看看呢 他這個今天的 超級夢幻大獎 為了你們又準備了一些什麼 來 請開門 馬國賢看清楚 有你最愛的東西 好用 氣炸鍋嗎 數位恆溫的熱水器 熱水器 放在它前面的是 非常好用的 氣炸鍋 小蓮花帳篷 十萬大獎 是迪士尼美語教材 居家親子首選的 互動教材 基本上那個不用再多看 因為不見得跟你有關 好不好 別忘了你來過 上來過兩次 對 請問你跟你沒有什麼關係嗎 哪一點關係都沒有 都是空手 空手而合 對吧 今天希望有點沉悸 好了 你有五分鐘的答題時間 好 看看你的第三套題目 來 請 第一題 卡通貓懲罰 因為你喜歡 收集哈錄金 然後粉紅藍也瘋狂 因為你喜歡粉色 料理小嘗試 喜歡作菜 會邀朋友來家裡 線上交朋友 玩過交友來家裡 一單身職業別 因為你是演藝圈的 最後聖男 對吧 台灣常小吃 這是你最愛的 台灣小吃 熱愛美食 八財風水學 聽老師的建議 在家裡也擺過風水 是 機車兜兜風 你喜歡騎重機兜風 環島過沒有 沒有 體力就差了一點 我們從哪一題開始 我們從這個 答應我今天至少三題 好 我盡量 一單身職業別 請處理 合計業 C 服務業 好 快 二 三 我的答案是 B 合計業 請處理 其實你有答案可以直接數 在他說完的選項之後 我的答案是 就可以直接上來 好不好 因為我剛剛稍微想一下 因為我在質疑 因為那個什麼 公務員 因為服務業秉除掉了 其實A跟B 它是比較值得叫 就稍微想一下 因為公務員他 服務業會怎麼比 因為其實在服務業 是很容易交朋友的 就是因為很容易交 對 很容易單身 沒有 他 應該是說 他很容易交朋友 選擇很多的時候也會很容易 朋友可能來得快 但是去得也快 所以一夜 或是兩夜的時候 會比較多 一 對 一夜兩夜之後 就熟悉就比較多 那公務員 因為他們的環境的關係 就比較 可能社會觀察這樣 對 就是稍微比較沒有那麼容易 一夜兩夜 那你都是幾夜的 對 很長了幾年的 我是用年算 科技業 科技業 請揭曉 漂亮喔 第一題 那你應該也過了那個壓力了 現在已經沒什麼壓力了 隨緣 現在隨緣 爸媽也不急 因為你弟弟已經生了 其實他只要看到我能結婚 後面的 你有沒有問過你自己 午夜夢回事 你在等什麼 我在等什麼 我要等一個 等一個人出現 等一個對的人出現 還是你這樣等 Hello Kitty復活 沒有 沒有 我等他復活幹什麼 幹什麼 第二題吧 第二題我們就來選一選這個 發財風水學好了 請 請 請 這 有這個差別啊 請示範 升官發財 哪個是正確的辦公室風水 我的答案是 B B 請鎖定 很多主管的位置後方有嗎 其實不能 好像沒有耶 不能 後面不能有床 對不對 好像沒有 因為你必須要有床 所以不能有床 應該是要搶 如果那個主管的位置後門發 為什麼電話放在右手邊 才是升官發財的一個辦公室風水 我覺得比較順 其實因為我剛剛是 B C兩個答案在選 那腦主機誰研究過它放哪裡 其實正常來講 電腦主機其實是放在左手邊 沒錯 因為你 為何 因為以前我住辦公室的時候 我就是電腦主機放左手邊 電話放在右手邊 因為電話 因為我是右手拿電話 右手拿電話得多 快 就是因為我們是以前做業務 所以你電話搶得快的時候 你業績自然就會好 所以你電話一定要拿得快 所以一定是在右手邊 因為送我的手 隨便拍都拍得出來 你好厲害 這真的啦 然後電腦一定在這邊 因為我鍵盤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電話接完之後 夾著轉過來就開始打鍵盤了 然後看看螢幕 對啊 所以自然而來的 很容易就可以升官發財 他真的會跳舞 想必會跳機械舞 好啦 因為他會跳舞 真的嗎 這個是動筆 這個動筆 搞活活 請揭曉 有一點道理喔 我都被你感動了 不是 因為我真的就是這樣子 我真的是這樣子 真的是這樣子 對啊 今天答案是電腦主機 放在左手邊 好 其實辦公室風水非常重要 但是很多人都會忽略囉 因為常常一加班下來 我們待在辦公室的時間 比在家裡還長呢 可是要告訴大家 第一點是你的辦公桌 絕對不能夠雜亂 因為當你的辦公桌越亂 你的氣就沒有辦法聚在那 運就起不來 還有另外 左青龍 右白虎 龍洞 虎徑 所以你的左邊 就要放下比較動態的東西 比如說電腦要打字用嘛 還有電話要接聽 其實你只要讓它放在龍邊上 就可以不斷地帶財 帶旺 把這些運勢給帶進來 所以左邊是要放電話 電腦 右邊這個虎邊 我們放一些靜態的東西 比如說資料夾 文件夾 就是放在右邊 那在這個風水上來說 左邊的東西放得高一點 因為左邊同時代表著水 水從高處往低處流 才可以讓這個財源 一直不斷地流進來 永遠是你過不了 對啊 很怪耶 人生的那個坎也過不了 就像我單身那個坎也過不去 像鬼 怎麼會這樣子 一定有什麼風水沒有搞定 我覺得應該是 還是你收集了太多Hello Kitty 其實我現在慢慢都把它收起來 不要再問張維 不要再問張維中 你不要講出來喔 因為我在心裡面 不要不要不要 非常的可惜 憶恨 下一個資格賽 聚會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 paso一個 不及等下杯 到這裡了 讓我們來看啊 好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